眼前正在怒砸自己结婚照的男子叫徐三 今年33岁 此时的徐三已经是怒火攻心 除了砸结婚照 徐三甚至将妻子小齐的衣服鞋子全给扔了出去 说起儿子这个媳妇 徐三的母亲也是一肚子的气 徐三母子口中的小齐 是一个大手大脚爱乱花钱的人 他们告诉记者 小齐不仅把徐三给他的钱花光 这没钱的时候还要找徐三的母亲所要 那么小齐真的是这种爱乱花钱的女人吗 他在床上找的 他自己也不找的 还跟姚姚拦来干的亲 他拦来表着是哪个 没看到过 没看到过这拦来 这照片他 自己找来 翻来做口口头像 秀恩爱的床照 突然出现在徐三和小齐的婚姻生活当中 作为一个丈夫 徐三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 徐三虽然也想过和小齐离婚 但是考虑到自己年龄比较大 而且还有一个乖巧懂事的三岁儿子 为了孩子 他也只能够选择忍气吞声 并且一厢情愿的希望 只要小齐能够认个错 这事也算过去 然而当徐三把照片的事情告诉小齐之后 小齐不仅没有认错 反倒是连家都不回了 那一家人来到了小齐的娘家 想找妻子小齐讨个说法 可妻子小齐并不在娘家 并且小齐母亲对于徐家人的说法 反应也特别激烈 娘家人的态度让徐三的心理十分冒红 特别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让徐三是彻底断了与小齐和好的念头 说打完架之后 小齐和一群男子扬长而去 对于儿子的身世 小齐没有做出解释 妻子这些行为让徐三下定决心 这婚必须离 这个仅仅三岁的孩子 也许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望着眼前的爸爸和外婆 在眼神当中充满了疑惑和害怕 最终小齐的母亲没有追到徐三 杨杨被留在了外婆家 可是徐家人 特别是徐三的母亲 并没有因为成功送走杨杨 而感到解脱 调解当中 小齐的娘家人质疑徐三那份亲子鉴定的真实性 便提出了再次进行亲子鉴定 而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 孩子由徐家照顾 几天之后 徐三和妻子小齐一同来到了西南司法鉴定中心 准备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而记者也见到了小齐本人 这天的小齐显得十分沉默 不愿意多说什么 不过对那张床照 他并不承认 如果出来了 小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看着儿子真的要离开自己了 徐三是万分的舍不得 他还翻出了自己手机里的照片 知道孩子的问题 大家一时决定 还是去小齐家看看 试一试运气 可没想到 还是扑了个空 对着小齐一家人避而不见的态度 徐三是愤外生气 想着先前自己被他们家人侮辱 无奈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着的 flight 不过等到会了 你可能会烦疑 打不动 这案子 你真的是 我都没想到 好 好啦 因为我都没想到